我知道486先生现在要发动我的罢免 但是我相信所有的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侧翼网军吵了这么多天 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一张图片一张照片一个证据 真的指控我摄入到任何的诈骗或是洗钱的案子里面 所以我想要请教罢免我的理由是什么 我摄入了诈骗吗 我参与了洗钱吗 我有帮助诈骗集团吗 不仅都没有 我还提案修法 不管是刑法339条诈骗的刑则行动提高 或者是我们今天记者会提到的第二类电信里面涉及诈骗相关的罚还提高 这些都是已经确实正在推动的 所以我们对于反诈骗对于诈骗生物痛觉这样子的决心从来没有偏移过 所以我不知道486先生是要以何种理由来对我进行罢免 因为我的老公的姐姐目前涉案正在被调查当中吗 是这个理由吗 那这不是很可笑吗 所以我觉得 我某种程度来说我也是一个受害者 我老公的姐姐的老公好远哦 他在家暴的时候 他在说要杀我全家的时候 我甚至不知情 我现在知道了也感觉到非常的恐惧 但还好他现在看守所所以也目前不会对我造成什么事之伤害 但是今天所有的事情打了这么多天 没有任何一项的证据 实际指控我参与了诈骗洗钱 或是我有协助诈骗或是洗钱 那请问你们要进行罢免的理由是什么呢 所以我对于所有的事情一向是正面直求对决 我也不怕486先生发动罢免 因为我相信所有的选民的眼睛是血亮的 我有没有做这件事情 事后司法检掉也一定有一天会还我清白 据说今天早上台湾激进党 要对我来告发 以及到监察院 这个在检察官那边跟监察院都有提出告发 坦白说我非常感谢台湾激进党 我非常感谢台湾激进党 因为他们的告发 能够让第三方检调一起加入 用公权力 用最严格的标准来对我进行审查 我是开心的 我是乐意的 我还怕没有人告发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台湾激进党 愿意在这个风风雨雨的过程当中 做唯一一个愿意去告发的 只要有检调来调查 事情真相很快都能够水落石出 而不需要用一些低劣的毫无逻辑的捕风捉影的 把年夜饭的按赞拿来当证据的这种说辞来诋毁跟伤害一个人的人格 其实那个主要 是因为这个温先生 他在看了我的大姑的脸书之后 他声称因为在上面没有看到家暴的内容 所以不存在家暴的事实 但是却忽略了这个法院所签发的确实的保护令 那是在这个事情之后 那可能我先生的姐姐的朋友看不下去 那才传了这个影片出来讲说 他们过去就知道 虽然没有告诉我 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证据证明 他是有受到家暴对待的 但不管如何啦 总之就是再拜托不要再造谣了 大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